森巴体坛三送匹一针这期看到底欢迎来到本期的胖中来球 今天胖中各个球迷呢 咱们一起来聊一下北京手钢 聊一下曾凡博 我们知道曾凡博呢 是我们国内刚刚培养出来的一位 2003年龄段的非常极具潜力和培养价值的一位 风险的天才球员 那么可以说对于中国篮球来说呢 这是一个我们的西式登堡 也是北京手钢此前在青年队 重点去培养的一位天才的新秀 而在今年而在下个赛季的CBA联赛呢 他将会年满18周岁 北京手钢俱乐部啊 一直希望他能够留在北京手钢 而代表球队出战CBA联赛 但是呢就目前来看 曾凡博他似乎趋意已决 表达了一个想要离开球队 去到NBA发展联盟去发展的一个决心 他希望通过在这样一个掌球的年纪呢 得到更好的历练 那么让自己的球技得到更好的完善 未来呢有交易一日能够去冲击NBA的舞台的话 当然更好 如果说真的冲击不了NBA的舞台 那么回到CBA联赛 他还会回归北京手钢效力 那么当然这种愿望 其实我们是看到非常好的一点 对吧 年轻球员懂得努力 懂得上进 这当然对于中国篮球的发展 对于曾凡博 他的职业生涯的成长 都是一件好事 但是呢 目前来看北京手钢俱乐部 他花费了大的力气 精力 是吧 金钱来培养这样一位天才球星 但是呢 眼看着到马上开花结果的时候了 可能他要走了 这肯定是北京手钢俱乐部 也确实不能愿意的 所以说呢 在过去的这几个月的时间里啊 大家一直能够听到关于北京手钢 跟曾凡博团队之间的 一些各种的事情 在不断的发生着反转 那么此前呢 我们知道 根据我们国内的相关的来修记者 也是透露了一些消息 表示曾凡博的团队 将会跟这个北京手钢俱乐部呢 签署一份合同和复加协议 如果说在曾凡博 他去到NBA发展联盟发展后 其回归之后呢 将会继续为北京手钢效力 那么曾凡博呢 也是非常爽快的就答应了 答应之后 双方签署了合同 但是呢 就在今天呢 根据我们国内的篮球记者赵还宇 他所透露的一个消息显示啊 目前来看 北京手钢似乎 有点反悔的意思了 是吧 有点出尔反尔 这件事情呢 又发生了一定的反转 被迫的只能 让曾凡博的团队 去再度的申请中国篮协 申请姚明 介入这件事 去帮助他调解这件事 如果说一直处于这种态度的话 或许最终导致的结果 就是两败俱伤 对吧 因为这个时候 双方你们做下来好好谈一下 毕竟曾凡博 他不是说 你北京手钢培养出来之后 我加盟到其他的CBA球队了 他不是这个样子 他只不过说 为了更好的 让自己得到一个更好的发展和成长 他希望去到NBA的发展联盟 去历练一下 去经历一下 这种美式的篮球的洗礼 归来之后呢 更有助于他的成长的一个高度 对吧 但是眼下 你非得把他摁在俱乐部 去打CBA 下个赛季 就算是曾凡博 他进入到CBA去打球的话 上边还有雷蒙和翟小串压着他 曾凡博他能够上场几分钟的 一场比赛打不了多长时间 如果说曾凡博在CBA 虚度上两年的时光 是吧 把他最好的这两年的青春 荒废在CBA的话 那么或许曾凡博两年之后 他就会从一个天才小将 变成一个平庸的替补系球员了 这对于我们中国篮球的发展 是极度不利的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 也是在这里非常希望 我们中国篮球 也希望我们的 篮球的一把手描名 能够在这个时候呢 帮助曾凡博一把 对吧 帮助双方的好好的调解这个事 不要让大家真的 一直这样僵持下去 一直僵持下去 最终一个结果 不仅是两败俱伤 还是撕破脸了 撕破脸了之后 真的让曾凡博 未来他即使是回到CBA 他也很有可能 我无法代表你北京首冠打球了 对吧 眼下北京首冠 应该大力的支持 曾凡博去刘洋 对吧 你可以去到NBA的发展联盟 去打球吧 两年之后你回归 是吧 你如果说冲击NBA失败了 还有另外一层顾虑 那就是万一曾凡博 通过未来两年的 在NBA发展联盟的一个历练 有朝一日 一下子去到NBA打球了 对吧 可能未来他的整个职业生涯 都留在NBA打球 那就不回CBA了 不回CBA的话 那么北京首冠相当于 他就白白的耗费了 这样一个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来培养出来的一代剧情 可能一场球都没代表 北京首冠打 就全部去了美国打球了 这可能是北京首冠最大的顾虑 当然了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希望这件事 最后能够得到一个圆满的结局 能够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让我们真正有梦想的年轻人 能够找到属于他的舞台 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能够看到更远处的美景 我们也希望 我们中国篮球能够涌现出来 更多像曾凡博 这种有志向的一些年轻人 那么当我们中国篮球 拥有了越来越多像曾凡博 这样的球员的时候 那么或许我们中国篮球 真正的就迎来了腾飞的时刻 我们也希望姚明这一次 能够正式的介入之后 帮助小匠曾凡博顺利的圆满NBA吧 我们也拭目以待 好了那么本期的胖周聊球 再先聊到这儿 喜欢胖周的别忘了点关注 胖周啊 先给你聊聊点球